巨大的槍響回盪子彈快速擊中飛起的目標物 定向飛拔展開了第42屆東南亞射擊錦標賽在台灣的比賽 而同天舉行的還有男子青少年空氣步槍 當中也有原名選手前來較勁 選手必須要在75分鐘內射完60發子彈 實力耐力備受考驗 同樣是參加青少年空氣步槍賽事的台灣選手易靜陽 雖然最後在出賽就被刷下 但是他認為能夠參與在台灣舉辦的大型賽事 也累積了不少經驗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在國內比這種比賽 所以還不錯 就有知道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回去就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就繼續加強努力 時隔15年重返台灣的東南亞射擊錦標賽 在桃園公信靶場一連舉行八天 精彩比賽讓國內外許多好手都瞄準好待命即發 原事情晚日是一故桃園歸山採訪報導 明天事堂 就是趁川相應那些